嗨,大家好,我是貢丸 有些人不養長毛的小動物 不外乎就是因為 房東啊,鄰居會抗議 我們只好改養魚 但你知道嗎 養魚除了看牠游來游去 很療癒以外 有些魚其實會跟你互動哦 今天就來介紹跟毛毛寵物一樣 會互動的魚哦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種來介紹是水草鋼必養的燈魚 鋼果、國王燈以及帝王燈 這些都是互動性超高的魚種哦 牠們互動性高的地方就是 養久了就會知道吃飯的時間 鋼果和最大會在8到10公分左右 以小房間來說 兩個45公分的草鋼 空間算是OK的啦 比較特別的是帝王燈 牠體型比較小 不會長到太大隻 最大大概到4公分左右而已 適合想養魚 但房間不夠大的人 以阿千之前設的這個長寬高20公分的魚缸來說 裡面養了6隻 附加一些急火蝦和一隻黑金剛螺 大約一個禮拜左右 只要有人靠近附近 牠們就會全部衝出來 等著吃飯 甚至你伸手進去 牠們也沒在怕的啦 夾子和手通通啃起來 而且帝王燈是一種養起來很有成就感的魚種 一開始牠們的體色不太美 也不太理人 短短一到兩個禮拜 除了會整群跑過來吃飯以外 公魚還會像這樣 尾棋中間會開始拉長 像皇冠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推薦牠 草友們 我們再度擴編儀式與擴大規模囉 這次所有的部門都會開始擴編 對水族有興趣的草友們 快來加入我們吧 跟我們一起把水族的愛散發出去 我們有開放各種職缺 詳細資訊請點選影片下方說明欄位 接下來介紹第二種就是鬥魚 這邊我們講的不是泰國鬥魚喔 而是一般彩兔 牠是一隻顏色很華麗的魚種 但是呢 一般人養牠 就是把牠放在戶外缸吃解決 讓牠自生自滅 反正就是用來防止魚缸長頭的 我跟你說 浪費了 真的太浪費 彩兔其實是一種互動性超高的魚 除了之前飼養的經驗以外 我們飼育部也有一隻彩兔喔 我們飼育部這一區放著水運草 有一天發現裡面有可怕的毛毛蟲 水明兒的幼蟲 我們草蠅一向推崇生物防治 所以就抓了一隻不能出貨的NG魚 破奇的彩兔 觀察三天下來發現效果超好 蟲都沒了 而且可能因為吃蟲的關係 牠整隻體色變得超漂亮的啦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在這一缸拿草出貨 進貨補草 所以現在彩兔只要看到我們靠近魚缸 或是拿水草的時候 就會跑到這附近向我們打招呼 後來只要拿草 牠又會衝出來亂一下 我們就會用手指 稍稍的觸碰一下牠的肚子 牠甚至會回過頭來著我 可以這樣光明正大的摸魚 賣一個聖啊 我要夠玩 衛食上除了讓牠吃水運草的蟲以外 會固定一個禮拜餵少許的飼料 這樣營養才會均衡喔 第三個種類 水族中的精靈 你們知道嗎 我們水族人的時候 每個都是光滑細緻 絕對不是用SK-2啦 那是因為 我們在清理魚缸的時候 老虎小精靈會瘋狂幫你去除餃子 真是太棒了 手部保養 我都交給老虎小精靈 他除了會幫人去除餃子之外 也是一種除藻高手喔 我們以前有拍過影片喔 點右上角資訊卡 自己看看吧 另外的一種精靈是彩虹精靈 牠也是屬於吃手皮類型 但吃手皮的時候 比較聚集在魚缸的表層 這隻比老虎小精靈的觀賞性還高 價格當然也就稍微高了一點 牠們兩個最大都會長到7-9公分 所以要注意飼養的空間喔 第四種 巧克力娃娃 像我們以前就拍過 撿水草的時候 巧克力娃娃在旁邊軟 但其實啊 觀察起來 我覺得娃娃類的魚 當牠習慣環境 習慣餵食的方法之後 通常都會變得很大膽 像這個金娃娃 也會追著夾子跳躍 來拍個空中跳圈圈 感覺很有看頭喔 除了以上的魚種 還有哪些會互動的魚呢 其實喜歡和魚有互動的人 我會推薦 在選擇魚之上 可以朝這幾個方向去選 第一種就是 肉食性 膽子大的魚 像是國外和魚有互動的影片 最常看到的就是 羅漢 一手掌握把羅漢捧在手上 或是摸摸牠們的頭流 感覺像是在摸小狗狗一樣 超可愛的啦 第二種就是貪吃的魚 有些魚是放飼料下去的瞬間 才知道 啊!要吃飯了 但互動性更高的是 你只要靠近魚缸 牠們就會先湊過來看 像是我們前面介紹的娃娃 帝王燈 都有這個特性喔 另外還有神仙魚 紅蓮燈 但因為我們實在介紹太多次了 這兩隻魚就先暫緩介紹吧 再麻煩點個資訊卡 第三種 會著手的魚 主動去著你手上的角質 像是今天介紹的 老虎小精靈 彩虹精靈 還有一些非洲磁雕也會喔 另外是蝦子 其實當你整理魚缸的時候 甚至手拿飼料 蝦子也會在你手上吃東西 想要和魚之友互動 除了選擇魚之上 最主要還是要靠你每天細心的去照顧它 久了以後 你也可以擁有一隻像小狗一樣的魚喔 最後小提醒 不管整理魚缸還是跟魚互動前 記得都要先洗洗手喔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想問的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草鷹水族頻道的草友 把這瓶送給你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貢丸AC草鷹水族 我們下次見囉 請來妳